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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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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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们听到的时候 不是主要告诉他 对 我也早就告诉他 不是这样的 我们听到的就是 主要 谢谢你的话语提醒我们 因为其实神的话语每次提醒我们 他的目的都是要我们更加去爱他 更加能够有一个悔改的生命 以至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 能够将显他的荣耀的 所以虽然 其实雅各书是不容易接触的 可以这样说 可以说一些 只是医治 释放 神爱你的信息 但是我相信我们读圣经 真的不只是读一部分 我们是整本圣经 神的话语都是这么宝贵的 包括一些我们觉得是责备的说话 都是这么宝贵的 因为神的目的 是要叫我们 真是他管教我们 为了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 今天我们都会继续去看 都是第四章 在这里的题目就是 知神掌权不自夸 因为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雅各 他就是来责备人自夸和骄傲 我们一起来读 今天的主题经文 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读 一 二 三 有人说 今天或明天 我们要往某城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买赚钱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露 出现片刻就不见了 你们倒应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能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那事 现今你们竟然狂傲自夸 凡这样的自夸都是邪我的 所以人若知道该行事而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这里雅各一开始说注意 其实这个是和修本 和修本 和修本就是用哈 就是口字边做个害字 应该是读哈一声 哈 或者是英文很多就翻译 listen 就是听着 其实他的语气是重的 是一点都不温柔的 不只是注意叮当 就是有报告 不是的 他是哈 听着 听着什么呢 就是他说到 如果你在这里说 自己今天明天 会去哪里哪里住 去哪里哪里赚钱 那 原来这样就是属于什么呢 自夸 而且说到这种自夸 都是邪恶的 哇 我想这句话 我们久不久都会说一下 对吧 就是我计划 明年要去哪里 接着我就计划 我要怎样怎样搵石 我要做些什么 大家有没有说过这些东西 哇 原来这样说 都是自夸 那是怎样呢 其实他都有补充的 他的意思 就不是我们不能够为未来计划 不是不能够为未来去筹算 而是我们要有一个态度 就是要说 主如果愿意 我就可以活着 亦都可以做这件事 做那件事 究竟这两句话 我计划 我明年要去这些东西 做这些东西 赚这些钱 还有主如果愿意 我就可以去做这些东西 赚这些钱 的分别是什么呢 其实分别就是态度 和动机 对不对 一个就是觉得 我的生命是我自己掌管的 我计划了的东西 就会发生的了 但另一个就是说到 其实我的生命 真的不是自己掌管的 我不知道我将来是怎样的 但是如果是主的心意 我相信我能够做得到 因为我的生命是神掌管 看到那个分别吗 今天刚刚刚有位弟兄出来 去分享神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 有些可能认识他 就是我们何家行弟兄 其实认识他 会知道他的见证 他真的经历过死亡 他曾经在地铁 应该是吧 地铁那里 他真的没有了生命 连灵魂都离开了自己 但后来 神很怜悯 他的灵魂是回到自己身体 然后他因此去相信了神 他知道真的 生命是神掌管 因为原来以为自己没有什么 年轻人 都可以突然失去一条命 但是神怜悯 他再给了一个机会 他也看到他家庭的复和 还有现在一个很美丽的 很好的太太 也有一个跟他 丙人一样的儿子 很棒 他的儿子跟他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我知道 当他受这样说话 真是圣灵要藉着他 去鼓励我们的人 真是你面对明天 面对黑暗 不要害怕 要学悉就是知道 神是掌管一切 要来到把生命 完全交托给他 因为他真是经历过生与死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 我知道星火飞腾 也有他的见证 或者有空跟他聊聊天 我相信今天也是神藉着他 也很配合今天的信息 就是我们的生命 真是要学悉不要自夸 不要自夸 什么是自夸呢 原来不是只是懒醒 你看我多厉害 你看我多厉害 你这么差 不是这样才叫自夸 原来认为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生命 这个都是为之自夸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有三样东西是在神的眼中属于自夸的 第一个就是认为自己可以掌握到未来 认为未来是我掌握的 我计划怎样就可以了 但其实真的不是 其实我们看到近几年世界开始进入一个震荡的时期 其实我觉得这个震荡 也是让很多人开始 真的知道原来我想计划的东西 真的不是我掌握到的 很简单 你想去个旅行 你现在知道你何时可以去旅行 都未知 我和山沐斯下个月尾就会去英国有些服侍 其实到现在都回来 都不知道要不需要计计酒店 都不知道是三加四亭 零加七 都不知道会怎样 很多事情我们都未知 甚至这个疫情会继续如何 然后还有现在不仅是疫情 而是疫情之后 我们看到现在有俄乌的战争 甚至很多国家现在都是 农作物严重失收 未来可能这几年 可能真的那个动荡是会 真的越来越大 是越来越不容易 越来越艰难 但是我很相信 神的话语是教导我们 真的我们要明白 是神才是掌握未来 不是我们自己掌握我们的未来 不然我们就会活在一个恐惧 惧怕的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谦卑的态度 就是主若愿意 我就能够做这件事 我就能够活着 真的是主不愿意 我和你今天都不会在这里活着 但是如果主愿意 我就能够活着 而且我能够活着去为神 去成就不同的事情 接着第二个 就是认为靠自己可以掌握生命 所以经文都是说 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生命是怎样呢 这里形容是什么 一片云霸 出现片刻就不见了 大家会不会有时觉得自己好像一够云 原来圣经说我们真的是一够云 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够云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 你掌握些什么呢 有没有人能够掌握到一够云 我小时候经常想 坐飞机上天空 我就可以像那些卡通片 跳下去在一够云上弹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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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生命 真的如果我们要自己掌握的话 就真的你好像想捉住一够云 你捉到什么呢 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 在神的手中就不同了 今天神的话 也藉着华妹跟我们说 就是我们一出生 祂就已经是用祂的恩手 保护着我们 托着我们 我们在祂的里面 我们是有什么呢 永远的生命 而且这个生命 是被祂来看顾保守的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态度 自己要捉住吗 就没有了 但是愿意交托吗 这个生命 就是一个安稳 在神手中的生命 接着第三个 就是这种的骄傲 就是以为自己可以得到成就 有限我赚多少钱 我靠我自己的努力 看我多劲 其实人很多的骄傲 都是来自于觉得靠自己 可以做到这样 做到那样 但是在神的眼中 这个是狂傲自夸 是邪恶的 甚至这样的人 圣经继续说 人若知道行善 而不去行就是他的罪 什么为之行善呢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去炫耀自己的成就 而是为了去荣耀神 为神给我们所有的 都是为了要去给出去 白白的得利 白白的舍去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去行善 在这个尼家书六章八节 讲到 亦会说已经指示我们 什么是为之行善 就是要行公义 好怜悯 全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 那怎样才能够这样做呢 就是要谦卑 要知道每一天 我们都是跟神一起去行 而神给我们所有的恩赐 恩典 我们有的资源 我们有的家庭 我们有的所有的东西 如果不是神给 我们都不会有 所以我们无事可夸 我们亦都只愿意 神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用回来去荣耀祂 这个就是行善 但是如果一个自夸的人 那个态度就是 觉得那些成就都是我的 就自然不会去关心别人 自然不会将神给我们的东西 来去看别人 而是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当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 我就想起 我在几年前 就去到哈佛大学 就看到哈佛大学的校徽 当时为什么会去哈佛大学呢? 不是我打算报导的 是吧? 也不可能读到 但是那时我女儿在波士顿 读大学 我们就去参观 当时我去看这个校徽的时候 也看了很多文字的记载 就知道这个校徽背后的故事 原来哈佛大学本应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是一间神学院 开始的时候 是要来训练传道人 和宣教士的神学院 你看到有两个校徽 在你们的 应该是右手边 这个校徽 就是它原先的校徽 左手边这个 就是现在的校徽 有什么分别呢? 大家可以看看 原先的校徽 你会看到 其实它也有一个字 叫做veritas veritas 其实指到真理 应该是拉丁文 拉丁文真理 就是truth 真理的意思 但是原先的校徽 它是很清楚的看到 你看到有两本书是打开了 接着第三个 是一本书的背面 是向下的书 其实它就是说到 我们要记得 无论人如何尋求知识都好 我们打开书片尋求知识 是需要有从神而来的启示 第三个下面的就是代表个启示 我们才会找到真理 这个就是原先建立哈佛大学的时候 他们很强调 因为里面是一间神学院 大家记得 而且他们每天都会祈祷 他们有个祈祷钟 我们也有去参观过 但是很可惜 后来神真的祝福这间学校 成为了世界知名的大学 我想说除了哈佛大学 剑桥牛津原本也是神学院 我也是找一些资料才知道 原来所有现在知名 全世界知名的大学 一开始是神学院 但是神很大祝福 但是人就是这样 当祝福之后 他们就用知识慢慢取代了神 现在新的校徽 大家看到有什么分别呢? 三本书都是人打开向上 没有一本是上面向下 他已经拿走了 故意改 因为他已经觉得 不需要神 已经找到真理 不需要神 已经找到人类 所有需要的知识 所以现在哈佛大学 已经是变成 那个祈祷钟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博物馆 博物馆里面 都是一间叫做 纪念馆外面的一个参观物品 已经很久没有用了 而在过去这一百年 其实一百年之前 还有的 但是过去这几十年 整个哈佛大学 已经是演变成为很细续化 甚至到今时今日 是很多的敌党圣经 敌党神的一些所谓的学术研究 特别在科学上面 都是敌党神的 我们看到人就是这样 可能好像很大的成就 我们会听到哈佛大学 都觉得很厉害 对吧 那天还跟我父母 去哈佛大学参观的时候 还在玩 哈佛大学那里 略一些业 然后说我在哈佛大学 略了业 我有拍视频 那里有很多业 略了业 也会觉得 哇 这间大学很厉害 但是呢 其实他已经离开了 就是神原本给他的那个呼召 那个使命 是要叫人去认识神 要借着神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真理 很可惜 但是你看到人就是这样 当人有成就之后 很容易自夸 很容易骄傲 因此离开了神 所以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很想神祝福我们 我们很想认识多些真理 我们很想有多些智慧 但是不要像哈佛大学的历史 或者不要像所罗门王 都是 大家对比一下 所罗门王都是这样 最有智慧的人 神真的祝福他 把所有的智慧给他 但是他的结局是什么 他是离开了神去拜偶章 所以人就很容易这样 因为呢 其实真正认识神 是要谦卑 是要持续地谦卑去认识神 跟着想讲一下 我们怎样才可以有这种 谦卑不自夸的生命呢 我们看回 在雅各书都是同一章 其实雅各都有提醒我们 我们一起去读 好吗 1 2 3 经常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就自然不会依靠神 自然就会离开神 自然就会让自己成为了神 所以呢 我们真的要很小心这一件事 而呢 我们怎样能够去得胜呢 他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 其实呢 我们的主耶稣 他在地上的时候 他所经历的 其实他都是一个榜样 他不单止是给我们看到 他怎样医病赶鬼 他更加给我们看到 活出一个谦卑写记的生命 一个完全倚靠神的生命 而且他也是胜过了魔鬼的试探 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吧 1 2 3 我们既然有一位 已经升入高天尊名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此定所承认的道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连述我们的软弱 他亦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而无据地 来到私恩的宝座前 唯要得连述 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Amen 在这里说到 我们的主耶稣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他能够看出我们的软弱 为什么呢 他都受过试探 跟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可以去到他的面前 求他的帮助 特别在被试探的时候 耶稣受过什么试探 我想大家都读过了 有关于耶稣 初初出来服侍的时候 他就是受魔鬼的试探 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 但我们知道 原来耶稣 他头过三十年的人生 其实他都是 好像一个人的儿子 来到去活 圣经对他的记载 不是很多 他都是一个很平常的 很平凡的一个人 所以没有行过任何神职歧事 也没有任何超能力 所以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的家乡拿撒勒的人 会说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 这个是救世主 有没有搞错 他有什么好事 他是不是也是人一个 甚至在他成年之后 相信因为他的父母 很多解经家都认为 很可能 约瑟是比较早离开了世界 所以他都要承担他的家庭的责任 作为长子 大家都知道 玛利亚不是只生耶稣一个 耶稣还有很多兄弟姐妹 圣经也有记载的 所以耶稣 其实他就是 来承担了一个长子的责任 去做木匠的工作 所以圣经说他是木匠 来养家等等 一直做一个纯服 不过他一直都没有犯罪 但他都经历过不同的试探 但在圣经里面记载 最大的受魔鬼试探是什么呢 就是当他被施洗约翰 在施洗约翰那里受证之后 当时有声音从天上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接着他在这里说到 他就被圣灵引导到 抗野受魔鬼的试探 其实这个试探的开始 就是当耶稣真的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们知道耶稣都是一个有神保守 他一直都没有犯罪的 但是他都是一直去读神的话语 我们知道以前神的话语 就是在耶稣的时候 他都会读很多有关于尼塞亚的预言 很多的事情 可能他里面都隐约在想 我是不是就是救世主呢 我是不是就是应许那个尼塞亚呢 我是不是就是要来到 去拯救世人那一个呢 但是去到他受证那一刻 这个肯定来到了 因为有声音从天上说 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 也有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所以他很清楚地知道 他是被告末那个 而且他也知道现在是时候 他要活出神意子的身份了 接着下一刻是什么呢 是不是马上行神即其事 马上医病降临 马上微软软软软软呢 不过 是先被圣灵引导去抗野 是做什么呢 受试探 接着他禁食了40天 魔鬼是在第40天才出现 他饿的时候就出现 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想 耶稣受试探的魔鬼是如何出现的呢 是不是真的整只魔鬼在他面前 有两只角一条尾那些呢 就是拿着一只东西 还是怎样呢 我很相信耶稣受试探 跟我们是很相似的 因为如果是魔鬼在他面前出现 我也知道你是魔鬼跟我说的 我怎么会听你说的呢 这个就不为之试探 我们受试探是怎样的 通常就是有把声在我们里面 跟我们说话 而那把声又要分别一下 究竟是神说还是我说 还是魔鬼说 就是那种的情况 有把声音去跟他说出来 这个才是好像我们的试探 而这个试探是真实的 它里面是经历过挣扎的 而且他说的话都好像是对的 我们看到他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将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当时那一刻很肯定耶稣很肚饿 四十天了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他这一道 魔鬼的试探 就是要他用自己的方法去掌管自己的生命 其实他为什么会去抗争 是因为圣灵叫他去 是一个顺服的行动 其实没有人喜欢不吃东西四十天的 两天你都辛苦了 所以其实我们禁食祷告 是真是出于一种顺服的行动 顺服 但是是不容易的 大家禁食祷告都知道的 是不是 就是我没有什么禁食 过四十天是只是全禁 但是帮牧师就有的 所以那种恶法 我想可以问一下他 真的只是喝水 我都很佩服他 但是看到他就真的完全去 真的顺服神的带领 来到愿意去 为了主 去禁食 但是他的试探是什么呢 去到那一刻 其实魔鬼就是试探 其实你都是神的儿子 他说你弱是神的儿子 你都是神的儿子 你都可以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要完全顺服神的话呢 但我们看到耶稣他的回答就是说 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 其实这段经文 就是来自生命记第八章 第一到三节 在生命记的时候 当时摩西 他已经经过了四十年了 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入加南地 因为当时盘石的时候 他不是发脾气 神叫他吩咐 他就打了盘石 因为他没有完全顺服神的话 所以后来他不能够入加南地 但是他也是花很多时间 向即将要进入加南地的以色列人 来说叫他们要顺服神的话 而这一段的经文 就是特别提醒以色列人 要去顺服神的 遵行神的界命 我们一起读 《生命记》八章一到三 一二三 我今天所吩咐的一切戒命 你们要紧守进行 好叫你们全活 人数增多 且进去得耶和华 向你们列祖 起誓应许的那地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 你的神在抗野 引导你这四十年 是要苦恋你 是验你 要知道你内心内如何 恳守他的戒命不肯 他苦恋你 任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 所不认识的玛拿 刺给你 使你知道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 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Amen 所以当耶稣 用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其实他是说 上面这一串东西 说的是 我要遵行神的旨意 我要单单 顺服祂的旨意 甚至祂会苦恋我 事恋我 任我基我 但是呢 我都要去顺靠神的供应 神的玛拿 我单单顺服祂的意思 大家明白吗 所以其实耶稣 祂怎样来到 圣过魔鬼的试探 就是祂愿意谦卑 祂虽然有神而止的能力 那一刻魔鬼对祂的试探是真实的 因为耶稣都知道 自己是有能力 将石头变为食物的 如果不是这个试探就不真实了 如果有魔鬼跟你说 将石头变为食物 你也傻的 但是他跟耶稣说的时候 耶稣当时是真的有这个能力的 但是耶稣为什么不敢做呢 因为祂知道祂不会为了 一时要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 而违背了神叫祂做的事 神那一刻 未叫祂圆禁食 祂就继续禁食 对不对 那一刻 祂只是要单单去顺服神的话 祂都知道 祂经历这些饥饿 就是让祂知道祂需要神 祂要依靠神 神给祂的生命 给祂自己掌握的生命更加重要 的而且我们的弟兄姐妹 就是我们需要来学习 来将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 而耶稣也在马太福音十六章 都是对门徒说的说话 我们一起读 好吗 一二三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善调生命 凡为我善调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人若赞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那什么换生命呢 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着众事者降临 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 报应各人 Amen 耶稣叫跟从他的人 要舍己 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 意思不是要你每天 真的背过十字架上班 但是意思是 我们真的愿意 为了顺服神的话语 而摆下自己 舍己的意思是这样 也都愿意 将生命完全交给他 他说为我喪失生命 那个意思不是说 你就扮呱自己 不是这个意思 他意思是 我真的知道 我的生命是真的属于他 所以我每一日活着 过的每一日 我都是倚靠 还有我愿意纯服他 他叫我做A 我就做A 他叫我做B 我就做B 我愿意纯服 其实弟兄姐妹 真正的争战 属灵争战 就是在于我们 能不能够去纯服神 耶稣都是这样 虽然纯服神 可能有时未必舒服 好像耶稣 他知道 他要纯服神的时候 他要怎么样 他甚至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其实他很清楚 因为当时的耶稣 他也有读以赛亚书 我们最近都在查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也有说到 就是 在53章很清楚说到 神的仆人是会先受苦受死 钉在十字架上 并且要受变伤 其实耶稣很清楚知道 他未来的日子是怎么样 但是他愿意纯服 虽然不容易 虽然艰难 他都愿意将生命来交给主 因为他知道最终的就是 他知道神的旨意是最好的 神的计划是最好的 而耶稣也说 当我们愿意将生命交给他 而且每日舍己跟从他的时候 到最后他会按照各人的行为 报应各人 其实神要我们是什么呢 是忠心良善 是纯服跟随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不过呢 与这个世界的灵是相反的 这个世界是勃逆 自我中心 自己想做就最做 自己想怎样就去怎样 里面我们都有很多这些争扎的 就算我看我孙子 只有十个月大 都有那种 你叫他不要做的事 他就偏要做的 我们整间屋这么大 只有厨房不让他进去 每次就要爬去厨房里 还要一秒钟就爬到去 总之你都不准去那里 就去那里 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了 你愿不给他 他就越要去做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好像耶稣那样 我们真的明白到 人活着不是靠食物 意思不是靠我们自己 而是靠神的话语 当我们信服神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得着真正的生命 第二个 我们看到耶稣 就是谦卑让神去掌管未来 但是他面对的试探 就是魔鬼要他 来到他自己掌管未来 所以第二个试探 就是魔鬼带耶稣进了城 然后叫他站在墊顶上 跟他说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又来了 说你这么厉害 你是神的儿子 你就跳下去 因为经常记着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我们留意到 魔鬼的声音 都会用圣经的 他都很熟圣经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不是只是 面对试探的时候 我们要问一下 当我做这件事 背后其实是什么动机 这个动机是否神喜悦 当时魔鬼要试探耶稣 就是要他来证明自己 就是神的儿子 用自己的方法去证明 因为你知道圣殿 是最多人的地方 而你在垫顶那里 一跳下去 就是还有所有 犹太人聚集的地方 你在垫顶那里 这么高的地方 跳下去都不死 基本上所有的犹太人 都知道你是尼塞亚的了 那一刻他们都要跪拜你了 你就不用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其实魔鬼知道 就是这样 对于耶稣来说 是一个很真实的试探 因为耶稣都知道 如果我顺服神的旨意 我的将来是不容易的 是一个很艰难的道路 但是他却愿意 将他的未来 都加在神的手中 所以耶稣他的回应就是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自己想掌握未来 我们很多时候 什么是试探神呢 就是主啊我要这样 我要做这件事 你祝福我吧 就好像魔鬼引诱 试探耶稣一样 你跳下来 然后叫神镀着你 其实这个是一个试探神 因为神没有叫你跳下来 但是我们走去 自己做决定 然后希望神祝福我们 其实这个就是试探神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为到未来 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很多的忧虑 我应该怎么做 我应该去哪 我应该做些什么 但是我们真的要 把我们未来交托给主 还有不要试探神 不要说 主啊我做了这个决定 你来祝福我吧 这个不是神喜悦的 我们要圣过试探 就是在我们每一步的时候 都求神带领 求神指引 神不是你喜悦的 求你沙门 神如果你要我去的 就算我自己可能觉得不舒服 觉得有困难 但是我都愿意为你去 是要牺牲的 是要摆上的 但是如果是从神而来 就是不一样的 Amen 我也看回我爸爸 他24岁的时候 来香港 那时候 只有一张机票 环境很困难 甚至呢 其实他为什么会 这么多年都可以 禁食肚 他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饭吃 然后就粗练出来 逼着 反正都没得吃 那就顺便禁食 是这样的 而且他很喜欢行山 为什么呢 因为他开始的时候 是连斗领都没有 当年是斗领 可以搭到巴士 他就整天 斗领都没有 就搭11号巴士 大家如果是比较年纪大 就会知道 11号巴士 就是自己走路 这样的了 年轻一点的 未必听得懂 OK 但是呢 他就是很多的苦难 很多的患难里面 但是他愿意将他的未来 交给神 他相信是艰难 是要离开美国 当时候舒适的环境 甚至离开 他本来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 我爸爸 他的梦想本来是做科学家的 是的 他是很 就是他是 读书很厉害 是很想做一个科学家 但是他愿意 放下这些梦想 接着呢 去顺服神 来到香港 去到中国 这么多年 都是仰望神的供应 对于一个人来说 是很不容易 但是我见到神的信实 这么多年了 五十几年了 都没有离开过 Amen 是的 这样都养得我 但是这样都存到老婆 已经是一个大的神职 接着现在见到第四代了 就是 我们见到就是因为他的信服 因为他愿意将未来交给神 愿意信服神的带领 能够带来这么多 这么多的果子 我和你的生命都可以的 Amen 是的 真的不要 不要为自己计划 掌握了 接着求神祝福 而是反过来 神你要我去哪 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因为只要我们 走在神的心意 一定会神来到 去供应我们的需要 耶稣也都在 这个灯山补分那里 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要着些什么 吃些什么 我们反而要先求 神的国 和神的义 刚才敏思长老 也有分享他的见证 在年轻的时候 如何先求 神的国 神的义 见到神的供应 神的带领 我们都是 在生命里面 可能有艰难 但是 我们真的要相信 神是供应我们的需要 而且在幕后的日子 说真的 很多的东西 我们真的掌握不了 现在很多时候都说 现在很多的短缺 欧洲都开始看到 因为俄乌战争 能源短缺 然后其实食物的短缺 都是在很多地方发生着 甚至现在的气候的变化 我知道今年 无论中国 欧洲也好 都是有饥荒 即是悍灾 都是有悍灾的 不是饥荒 sorry 有悍灾 而这个悍灾 可能将来带来的 就是饥荒 或者是不够食物 所以其实我们香港 其实现在还是一个 很蒙福的地方 起码没有人会捱我 起码我们想买东西 都能吃 但是 这种的幸福 会多久呢 没有人知道 我不是要叫大家害怕 因为圣经讲明 不要忧虑 但是我们要学会 就是 在小事上面 去信靠神 因为未来 可能很多的东西 我们真的掌握不了 可能有钱 都买不到食物 是一个不容易的日子 但是我们真的要相信 神是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如果有需要 其实他可以将马拿刺下 你明白我说什么 是不是 他真的 如果他要我们活着 他真的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他会与我们同在 他真的会带领我们 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信靠 但是现在开始 我们就已经 在未进入到 真的很多的灾难 因为圣经讲明 在幕后的日子 耶稣回来之前 我不知道还有多久 我不知道我们距离 很多的灾难 还有多久 但是似乎越来越不容易 日子越来越艰难 而在这些 所谓的震动 的开头 其实我们要学的 就是有一个 依靠神的生命 就是一个 不要惧怕的生命 就是真的经历 神在恩典上面 来供应我们 我相信 对于我爸爸来说 他真的 不会担心钱 因为他这么多年 都是神 不知道怎么 就会供应 是很奇妙 不断的经历 所以我们现在 开始不经历 去到 很大的缺乏的时候 我们就会惧怕 但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不要忧虑 接着我们看到 耶稣第三个试探 就是要他将成就 那个荣耀归于自己 我们看到魔鬼 就将他带到 一个最高的山 接着就将世界上的万国 所有的荣华都给他看 接着就说 只要你拜我 我就将这一切给你 这个试探 对于耶稣来说 是真实的 因为我都在 《熟灵真诫》的时候 分享过 在耶稣 从死里复活之前 当时的地 就是整个世界 都是魔鬼 是王来的 是掌控 因为当夏娃犯了罪之后 就将这个 掌管地球的权柄 万国的权柄 就给了魔鬼 但是我们知道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就将这个权柄 已经拿回来的了 已经夺回的了 已经给了教会 属神的子民 不过真正 完全的成就 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在地上作王的日子 但是那一刻 耶稣还未从死里复活 所以其实 魔鬼他知道 耶稣他来 为什么你要来 这个尼赛亚 来做什么 你是神的乙子 为什么你要来 你的目的 就是想 你最终的成就 就是要作王 你要做世界的王 所以他的试探 就是不用那么辛苦 一会儿又要 继续十字架 又要死 搞那么多事 你就这样拜我就行了 我就给你了 你就不用那么辛苦 但是我们知道 耶稣 其实他最大的成就 最大的荣耀 不是他作王 而是父神得荣耀 而是 神的旨意得成就 而是 他神的心意 能够叫世人 都能够归向他 这个就是他的成就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他就回应 说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常记着说 当拜主你的神丹 要侍奉他 这里你看到 也是回应到雅各书 就是当我们来到 循服神 敬拜神的时候 其实敬拜 不是只是唱诗歌 意思就是 我的生命是完全献给你 你是我唯一的神 我是顺服你 当这样的时候 撒旦就退去 撒旦就退去 所以顺服神 就等于抵挡魔鬼 就等于撒旦要退去 而且在诗亚各书之前 那个经文说 魔鬼要离我们逃跑 对不对 这里我们看到 魔鬼就离开了耶稣 因为耶稣他经历了这些事探之后 他最终 他就是决定 将他的成就 他的生命 他的未来都交给主 他最大的成就 是让父神得荣耀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肥立比书二章 五到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一 好吗 一二三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取了劳博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全心纯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刺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或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塞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与父神 Amen 在这里讲到 耶稣基督的生命 就是 来到愿意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他是愿意 来到将自己的生命 完全的来到 去呈现给神 他是不会来到 因为他与神同等 来到去奪去神的荣度 而因为他愿意完全顺服 所以最后我们见到 他能够得着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甚至天上地上地底下 都会因为耶稣的名 来到去屈塞口称耶稣为主 但是目的是什么 使荣耀归与父神 我们称呼耶稣为主 都是要叫荣耀归与父神 因为耶稣是借着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来到去成为 他生命最大的成就 来到去拯救我们 所以我们 为什么能够 真的将所有的敬拜都归给他 因为他不是高高在上 只是要我们单单去荣耀他的神 而是他配得我们荣耀 我们经常说你是配得 为什么他配得 因为他沉被杀 因为他为我们死 因为他甘愿卑微 因为他胜过了黑暗 他胜过了仇敌一切的试探 他亦都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好求我们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 所以他是配得的 Amen 这个就是父神的荣耀 所以同样 今天我们说 我们的生命要荣耀神 我们要来到 真的用我们一生的成就 去荣耀他 而不是荣耀自己 其实是一线之差的 我们很努力做很多事情 我们经常都要问自己 包括服侍都是的 究竟我去服侍 我是想得到人的称赞 我的动机 是想人认同我 想人觉得我很好 想人赞我 还是我真的想荣耀归于神 这个我们要很小心的 因为人是太容易骄傲了 所谓的骄傲 你不一定经常认 但是所谓的骄傲 就是靠自己 这个是我们要不断去 省拆我们自己 我们看到耶稣 在面对魔鬼的试探之后 他胜过了 因为他知道 他活着为了要荣耀神 因为他知道 最重要是 是神的旨意成就 而他最大的成就 就是父神跟他说 你是我有忠心 有良善的仆人 而我们最大的成就 都是这样 有一天父神回来 在地上颁多少个奖 给你都没用 是得到神一个赏赐 就是最棒的了 而那个赏赐是来自什么呢 忠心有良善 不将荣耀归给自己的仆人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 要来到去学习的 最后很想 藉着启示录 来跟大家来一个分享 这个就是耶稣 他对老弟家说的说话 他对老弟家教会 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警告 他叫老弟家教会 要离开他的不难不热 而他的不难不热 就是源于他的骄傲 我都想我们用一点时间 来读这段经文 启示录三章十四字 我们一起读吧 你要写信给老弟家教会的事者 说那为阿门的 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 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的余温水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你说我是腐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刀不决 他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怜 群恒穷 核眼 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连的金子 叫你腐足 又叫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 拆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我们先看这里 这里他说到老弟家教会 之所以不难不热 甚至叫神想将他从口中吐出来 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腐足 自己发了答 自己一样都不决 其实这个的骄傲 或者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很OK 原来反而在神的眼中 是困苦可怜 核眼赤身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如何才能够 真是持续地去胜过魔鬼的试探 就是我们要持续地有一个谦卑的生命 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不要觉得自己已经知道 不要觉得自己已经 我已经都听过了 我已经做到了 我比那个人好 你看他多远 你看我多刚强 原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一步一步落入 一个不冷不热的状态 你想想当时老弟家的教会 整个教会都是在这个光景里面 很多神的恩典 很多神的祝福 我相信一开始他们不是这样的 一开始都是 很多倚靠神 很多祷告 但是慢慢慢慢 可能已经不再是那个生命 如果我们发觉 我们对神的话语 没什么兴趣 每天都没什么灵修 现在其实我们都很好 有天天聆听 有八点半 但是你都觉得很烦 又听来干什么 经常都收到WhatsApp 组长很烦 天天都发给我 又或者是 觉得都不需要 或者没有自己好好去亲近神 其实反映着 我们觉得 其实我靠自己都可以 其实是危险的 在神的眼中 这个就是不冷不热 会落入一个不冷不热的地步 在神的眼中 其实是可怜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 有这种的学慕 其实学慕就是来自于 我们知道需要祂 读圣经不是为了交功课 是不是灵修 亲近神 不是为了祖长问我 有没有灵修 不是 而是我们真的需要神 当你真的知道 你需要祂的时候 你就会天天都去亲近祂 花时间去读祂的话语 去和祂亲近 去敬拜祂 去祷告 因为你知道 靠自己真的不行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生命 我们再读完这个经文 凡我所痛爱的 我就责被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看那我站在门外扣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坐直 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就与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圣灵向中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意的就应当听 Amen 这里来到圣灵去提醒我们 我们要悔改 当悔改的时候会是怎样呢 我们就会听到神在我们的心门外敲门 而我们听到他的声音软热打开的 就会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 就我们每天都能够进入他同在的圣直里面 圣直就是他的爱 他的话语 他的恩典 真的会充满我们 这个圣直是比世界上任何的圣直更加好的 这种满足的喜乐 这种平安 是没有什么可以给到我们的 但我们很多时候 会被世界的东西取代了 但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知道神在等着我们 就是有这种倚靠 学慕他的心 就像今天敬拜里面 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真的很需要他 我们一生的恩惠慈爱 都是由他而来的 我们能够经历到丰盛的恩典 都是恩惠主 我们离开他什么都不能做 当我们有这种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经历他的圣直 而且这里继续讲话 我们能够成为得胜者 能够与他在宝座上同坐 这个是讲什么呢 耶稣他得胜了这些试探 得胜了不难不易 靠自己的试探 所以他能够与这个父神同坐 就是他能够恢复 这个属灵的权柄 所以他能够成为教会的主 同样我们 有这种学慕神的心 有这种倚靠神的心 教会就会恢复属灵的权柄 能够和耶稣一起 在这个地上彰显神的荣耀 这个就是在讲的 其实我相信 我真的很相信 神真的要复兴香港 在过去很多的镇 我觉得其中一件事 神就是要拿走我们的骄傲 我们真的太骄傲了 不知道大家承不承认 是呀 我们香港人真的太骄傲 我都是香港人 是不是 真的太骄傲 很多时候看不起别人 很多时候觉得自己比别人 就是高人一等 但是神现在经历很多事情之后 求主帮助我们 不是自卑 不是惧怕 不是恐惧 以后我们谦卑 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都呼求主 你们来拯救我们的城市 让福兴临到 我相信当我们谦卑 寻求主的面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恢复 这个属灵的权柄 与基督一同坐直 就是由我们的生命开始 福兴就是由我们 愿意谦卑开始 抵挡这个自夸的试探 抵挡靠自己 去面对将来好 去面对我们的生命好 或者我们的成就好 我们都说主 愿意你掌管一切 我相信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香港的教会 就能够真正彰显神的荣耀 神的歧视 就真的能够随着我们 我们就真的能够去行善 能够去行公义好联敏 全天悲的心与神同行 能够让极大的救恩 极大的医治 极大的修补 临到我们的城市里面 不过我们很需要神 我们都很需要大家一起 同心合意地 去尋求我们的主 最好我们一起来到起床 哈利利亚 我们有一些时间 我们都去祷过 所以圣灵会带领我们 可能有些地方 你现在需要悔改 有些地方你靠了自己 或者有些地方 决定 可能你没有问过神 你自己就去做 然后你很想祝福你 或者有些地方 你真的觉得 这个成就是我的 可能神现在都呼唤我们 要放手 求主帮助我们 借着谦卑 去升过 受敌一切的试探 我们将我们的生命 再次呈现给主 我们开始去祷告 祿 URL 我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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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属于祢 主啊 Hallelujah 我需要祢 我需要祢 我将生命献下给祢 耶稣 我需要祢 主 主 我们愿意将生命交在祢的手中 愿意祢单单来去掌管我们的生命 Hallelujah 我将生命交在祢手中 献下一切给祢主 我的世界全在祢手里 我属于祢 到永远 耶稣 我们相信 我们属于祢 耶稣 我欣赏 心底 耶稣 我欣赏 于祢 我这全都为了祢 我整全都为了祢 各尘也为了祢 愿是我心相信你 愿是我心属于你 我真全都为了你 愿才愿为了你 全然为你 主帮助我们能够谦卑的与你同行 与你同行 到着有海角 无论悲喜 我心愿是我愿意 或是你指引 或是你引起到永远 愿是我心相信你 愿是我心属于你 我真全都为了你 愿是我心属于你 愿是我心相信你 愿是我心属于你 我这全都为了你 也差一点为了你 全然为你 如果你今天真的愿意将你的心灵 你的未来一切都填给主的 现在就举起你的手 让你煮起我将所有都给你 一切都为了你 我愿意一切都给你 耶稣 我的生命要等到几个 要等到想和与你 是主我们愿意单单侍奉你 单单敬拜你 Hallelujah 唯有你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生命的掌权者 是主 我活着就是要敬拜你 耶稣 是我敬拜 是我敬拜你 我敬拜 你是我为你的主 是我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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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一切都填给你 是我敬拜 是我敬拜 你 也是我心想 是我们单单的相信你 耶稣 是我敬拜 我单单的依靠你 我们单单的依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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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全都为了你 我们单单的依靠你 我们单单的依靠你 是我们单单的依靠你 我单单的依靠你 我单单的依靠你 我单单依靠你 你在一个挣扎的里面 你知道你现在心里 有些捉住的东西是神不在乡的 但是呢 你知道你要放低 但是你觉得好像很痛苦很难 你摆不下 你摆不下这个关系 你摆不下这个你这么喜欢的事情 你觉得很难 但是主他说 今天当你愿意听他的声音 你愿意顺服的时候 他真的会给你力量 来走这一条的路 因为神不想你走一条错的路 他不想你因为魔鬼的试探 而落入这个陷阱的里面 他要你分别为生 他要叫你的生命 真的完全的归向他 因为他要兴起你 使用你的生命 今天当你愿意放手的时候 主他会亲自的给力量你 来到他和这些不好的关系 来到他断绝 来到让你能够有一个得性的生命 主我多谢你 我多谢你 哈利云 听智慧今天 刚才最后祷告的时候 圣灵感动 去到为大家祷告 我们不要中魔鬼的计 魔鬼的诡计 要魔让我们骄傲自华 要魔让我们 好像觉得自卑 觉得自己一文不正 受力的作为就是让我们 走向两个 不是合神心意的极端 所以我们不要中解 我们不要自华 像这样的信息 但我们不要让他去到希控 我们走到另一个极端 觉得我们都是一无事处 去到一个自卑 不要被魔鬼气控 不要中魔鬼鬼计 我们要被圣灵 我们要被圣灵 对你 真正我们 刚才圣灵说到 我们有一种谦卑的态度 谦卑不是觉得自卑 谦卑不是看小自己 像耶稣一样的谦卑 是少一点看自己 耶稣的谦卑 是望见世人的需要 当魔鬼试探去 那种我 你是神的义子 你做这些事 你是神的义子 你就做这些来证实自己 我们不要被魔鬼 这些的说话欺哄 我们真正的谦卑 是要少一点看自己 我们看见上帝的心脏 看见生命的需要 我们不要被魔鬼的试探 骗了我们 所以走向自夸 骄傲 或者走向自卑 自己踩下自己 以至到我们失去了神 我们要成就生命的意义 我们等着我们为自己祷告 要求你光着我保守我 不要中魔鬼的诡计 不要真正走去骄傲自卑 也不要跌落自卑 骄傲自夸 也不要跌落那种自卑自怜 那是被圣灵充满 能够活出一个真正天卑的生命 少一点看自己 看见上帝的心脏 看见这世代的需要 主要求你兴起我们 祈福与我们 哈利路亚 我现在想发一个邀请 不知道当中有没有 未信耶稣的朋友 现在你想信耶稣 得永生 刚才三牧师说的那些 又不自卑 又不骄傲 在中间路线 其实很难的 是不是 谁觉得容易的 他手 所以只有信耶稣才能做得到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需要生命交给主 你生命里面有很多难关 其实就是这一刻 你真的需要信耶稣 只有耶稣才能救你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左手边 台前的你们的右手边 来到前面去信耶稣 如果你有心痕有在你旁边 你就问一下他 你现在一刻就需要信耶稣 来到耶稣前面 他会扭转你的生命 将一切的 是的 福还给你 接着呢 如果你生命 鼓励其他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生命处于一个难关 你想人 想有弟兄姊妹为你祈祷的话 你可以来到我台前 我的右手边 你们的左手边 是的 去接受这个祷告 你不是一个人的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的生命是互相的担当 我们是一切的同行 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去服事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去祷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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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来到前面 如果有需要的 是的 是的 是 简哥 哈利路亚 我们再举起手来到去唱 耶稣我相信你 欢迎祷告服事队的弟兄姊妹 出来 耶稣我信心 是你 耶稣我信心 对我者ening 符oline SS 快去 crianças 圣子 我繁忙 说 你 帮 elf 天都灰了滅 日常也未到你 却难为你 祝你生命是完全的给你 多谢你 你带领我们经过 多谢你 你会给我们的力量 不骄傲也不自卑 学会每天去谦卑依靠你 多谢你 让我们的生命 真是在凡事上面 都可以认定你 你就会指引我们的路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多谢你主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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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座位的第一次 我都鼓励你 你真的告诉主 是 我真的要为你而活 你问一下主 可以如何为他而活 可能神感动你 为了一些未信的人 来到他的朋友 家人来祈祷 或者你告诉主 主我明天就要在公司里面 去荣耀你 是的 我就要今天回到家去荣耀你 求你使用我的生命 你开始去祷告 问主 是的 主你告诉我 我如何能够荣耀你 我生命最大的成就 就是叫你的名字被高举 是 我生命最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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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情命最大的成就 神涯 主我情开 耶稣 耶稣 祝我敬拜 耶稣 耶稣 祝我敬拜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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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心属于你 活着全都为了你 也差点为了你 耶稣我心属于你 耶稣我心属于你 活着全都为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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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 有时我们生命去到一些干境 什么都不知道可以怎么做 但一个你可以提醒我们 就是去敬拜你 当我们去敬拜你的时候 我们就去回这条路 走去永生的路 我们就可以去回这条路 就是亲近主你的道路 主要让我们能够与你连结 时刻的能够来敬拜你 这个的福气 祝我们多谢你 祝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生命里面可能经历着不同的处境 但是让我们把握着这种福气 就是跟随耶稣的福气 这个永生的道路 多谢主你的带领 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教会 有你的话语 有你的同在 有弟兄姐妹的关顾 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祷告 敬拜奉耶稣的名 名едь web 祭 ap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tas Epnavね 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